托尔斯泰说过,在最好的,最有爱的,最单纯的关系中,欣赏也是必不可少的。 生活本就困难重重,麻烦不断,缺少了身边人的鼓励,只会更加难熬。 所以与人交往,最重要的就是能欣赏会赞美。 当你和欣赏自己的人在一起,就能获得滋养,变得更加优秀。 有一位自媒体作者讲过自己的亲身经历,他生性活泼爱笑,可最近几年却越来越忧郁,再也找不到从前的快乐。 原来自从他工作后,找了一位女生合租,两人比较聊得来,就渐渐变成了朋友。 对方什么都好,就是喜欢打击人。 作者花了一个下午,做了个新发型,结果朋友一见面就说,你的脸型跟发型不搭。 太丑了,他好不容易竞聘到一个高薪岗位,朋友则比一道,被忽悠了吧,真有那么好,哪能轮得到你。 经常听这些话,他便觉得自己越来越差,长得既不好看,还没多大能力。 最后,南希陷入自我否定中,还一度有过自杀的念头。 心理学家曾祈风说过,一个被持续否定的人,无异于时刻在接受法庭的审判。 若是一直处在这种被打击,被责怪的环境中,你就会产生负罪感,最终生活越过越糟。 钢琴大师朗朗五岁的时候,曾经前往北京跟随一位女教授练琴。 虽然他很用功地练琴,但那位女教授却一直不断批评朗朗。 每弹错一个音符,他就呵斥朗朗,你弹的是钢琴吗? 你弹得真的是太差了,你没有弹钢琴的天赋,甚至有一次他直接对朗朗的父亲说, 你把孩子带回沈阳去吧,以他这样的资质,很难成为钢琴家,以后就不要来了。 朗朗听完,直接嚎啕大哭。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,他一看到钢琴就浑身发抖,再也不想再练琴了。 最后,他还是在父母的开导下,才解开了心结,继续下很功夫练琴,忠诚世界钢琴大师。 生活中,我们身边就有不少像女教授这样的人,不断地指责你,批评你,打击你。 他们的每一言每一语,都如一把尖刀扎向你的内心。 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,你就觉得自己处处不如人,进而变得自卑怯弱。 就像作家李孝来说过的一句话,让自己变好真的没有那么难,只不过你总是遭受人家打击而已。 与那些不断否定你的人在一起,久而久之,你也会被负能量淹没,让人生陷入灰暗。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? 不管考试失利有多难过,老师的一句鼓励,你就能精神振奋。 即便在工作中处处碰壁,上次一个信任的眼神,你就可以重拾信心。 尽管生活艰难,快要熬不下去了。 朋友一两句认可,你就能拥有继续前行的勇气。 在人生最痛苦的阶段,我们总需要一个人来慰藉,方能重振旗鼓。 想起了网上的一段话,同是一棵树,有的人只看到树梢上的毛毛虫,他们就会砍逛它的枝丫和树叶,而有的人看到的则是郁郁葱葱,他们就会给它浇水施肥,而原因就在于前者挑刺,后者欣赏。 人活着其实都像那棵树,只有和欣赏你的人在一起,你才能得到浇灌,继续向上生长。 世界知名鼓手科林特曾讲述过自己的成长经历,小的时候,他患有先天性多动症,常常不受控制地敲打桌子。 老师认为他存心捣乱,便当众大声呵斥他,同学也跟着嘲笑他,说他脑子有病。 那些日子,科林特不停地怀疑自己,甚至觉得自己是多余的。 有一次,他在兴老师詹森先生的课堂上,无意间敲出了声响。 詹森先生看到后,就向他走去,本以为又是一顿责骂,没想到詹森先生摸了摸他的头并夸赞道, 孩子,我看你就是天生的鼓手。 说完,他就掏出了事先备好的鼓锤,交给了科林特。 此后,当别的老师贬低他时,詹森先生也总会替他说话, 我看科林特就很不错,他打鼓就非常棒。 在詹森先生的鼓励下,科林特把大部分空间时间都用在打鼓练习上。 经过多年刻苦的训练,如今的科林特已成为世界级的鼓手。 畅销书作者罗宇清说过一句话, 有人不欣赏你,你一文不值,在欣赏你的人眼里,你就是无价的。 每个人就仿佛是一粒混于黄沙的金子。 若是跟爱挑剔的人交往,你只会平凡如沙石,毫无价值。 可当你与伯勒同行,他们就能从一堆黄沙中发现你的闪光点。 他们的认可与鼓励会滋养你的心气,助你变得更加强大。 能够和欣赏你的人相处,就是在重塑信心,为生命不断充能。 作家石铁生二十多岁时,因为疾病双腿残废,只能靠轮椅度日。 刚开始的那些年,他抑郁痛苦,好几次想要一死了之。 直到有一天,他的朋友柳青对他说, 你以前文章写得就很好,为什么不继续写点东西呢? 经柳青点播,石铁生便是笔写了几篇文章。 柳青看后,大家赞赏,没有谁的文字比你更具感染力。 在柳青的鼓励下,他便开始进行文学创作,最终成为著名作家。 正如他在《并戏碎笔》中写的一句话, 那些喜欢你的人,就像一盏灯,总在你走不动摇趴下的时候,给你温暖,引你走出黑暗。 当你窘迫无助时,身边那个认可的朋友,总会为你大桥铺路,祝你翻山渡河。 1920年,齐白石出到北京,没有名气,画风也不被认可,生活很是艰苦。 有一日,他去参加画展,很多名人来来往往,却没有艺人留意到他的画。 直到画展快要结束时,才有艺人驻足在他的画前。 只听那人说道,我看过你的画,细致生动,记忆高超。 齐白石则慌忙致谢。 过了一会,一群人熙熙攘攘地走向齐白石的画作,领头的正是刚才那人。 你们看这几幅画,虾会游,鸟会飞,真乃神作。 画音刚落,人群一阵附和,纷纷表示赞赏。 原来,这人正是京剧大师梅兰芳。 因为梅兰芳的欣赏,齐白石的画渐渐受人认可。 此后,每当齐白石遇到什么困难,梅兰芳总是及时相助,不断鼓励他要坚持画下去。 在梅兰芳的长期帮扶下,齐白石也开始生名雀妻,后面两人也因此成为至交。 活在这世上,人人都会犹豫到齐白石的处境。 工作的不顺,生活的艰难,很容易令人心生绝望,找不到出路。 而真心看好你的朋友,总能在你最脆弱的时候,激励你继续前行。 选择和欣赏你的人在一起,就能得到源源不断的能量,托举你走向人生高处。 作家憨含说过,一个人能走多远,要看他有谁同行,一个人有多优秀,要看他有谁指点,一个人多成功,要看他与谁相伴。 人是唯一能接受暗示的动物,身边的人总是打击你,批评你,你就会越来越差劲,变得毫无斗志。 而当你的周围充满着赞美与鼓励,你则会鼓起干劲,持续成长。 远离打尽你的人,多于欣赏你的人同行,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滋养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、分享及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